前年来说通知就是说还不搭理我们现在是 躲着 你看号码这样的缺氧来说这门号基本来说不接 第一批是先去那个发布 他们来说四个人 后续还有是个三个人现在是 三二爷我们第一步先是来个电话这块 如果要是还是说还不来 或者是不回信 我们还是采取这种登报的方式 先起 工资没有 那是零公子欠了费 保险费 他就是来保险这方面 攻击基金没有 当然还有零公子下县叫 他为啥能够一直离港十五六年 他当时来说请了假 对他的领导那边请了假 请假在我们那边就是一个说他前阵后到他口头上的甚至 正常来说他假期过了 我们来说这块通知他 后来说行行回来回来 最后开相关的他证明 过后前他也来说没来 这都他很多年以前 年年来说通知就是说还不搭理我们现在是 躲的 你看号码这样的缺氧来说这本号 基本来说不接 还查咱是说还在职参保 参保说还人员嘛 人员不上班的 不在港的这样 零工资都是 打卡的记录都没有了 那时候之前我都往咱们县里 县里还有仲裁 信访人设局 咱都给报了相关的 文件这些我们企业针对来说这样人 这些人准备准备开始办了 处理了